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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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祝你大班牲 香港著名美食家 粉丝 亦都是我们品成绩的粉丝 发生叔叔 那么远水路来,除了请他吃好东西 就准备一架豪车给他 有多少钱 我认为你带我去珠光申城 你真的想多了 这是品成绩,出名的经费 这间有辣摩七八营历史 专门做台山菜 最出名的是台山文村的熊 这些类似 比较近台山圆光的水 今晚有这个大麦泽超标 你会带你去 在市中心 你能看到室内停车 是这样的 哇,他这么多水 这些肉蟹 这边是小鹽 海鲜佬 好,来吧 看来吧 都顶了 有 这些不可以的 但这些不是很满膏 这些是黄色的 这些有膏,可以看到吗 有的,这些都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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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包有的 好,就是这三个 这些 台山特产都是其中一种 跳跳鱼 在海滩边汁那些 这些都是滚汤 又叫奶鱼 它懂得走路的 在沙滩里 这些都要了 今天这几只高蟹 就万万可以 不算了 十分清 两斤 我叫鱼一斤 我叫鱼一斤 鱼一斤 你剪鱼一斤 剪鱼一斤 现在还没有冰 刚入秋 水一换季 温度慢慢低 那些都会生涯 现在来到 食盒 金蚝也不差 两个地方金蚝追 一个是我们的唐山 一个是香港的流浮山 半干湿的蚝 中间是唐参会爆漿的 首先 这些蟹肯定是正宗 但是有个败柱在哪里 两个败柱一上桌 这边我们可以偷 如果来到这么好的地方 这些蟹肯定是很干净 为什么 这些蟹肯定是很干净 这些蟹肯定是很干净 一上来 蟹肯定是很干净 你是不是应该用刷子去刷 它呢 我们把纸巾浸一点水 大哥 怎么吃啊 大哥 用刷子 在水桌上 底面刷干净 它才会蒸 鱼肯定是这样 这些这样 哎 非洲 怎么吃呢 第二个呢 就是蟹囡上来 你还不是来蒸 先泡冰水 高蟹金饼 高還多黄油 就快拿两个cracker 你不泡冰泥水 那些脚在下面 全部都断 Vish 蟹油就在全部消灭了 再算了 它每一隻蟹也打开了蟹ll appreciate it 那么打开蟹�λ 为什么不是反转成 那样就是漏油 弄油了 这些膏很好 很漂亮 這隻爆鍋 這隻真的好漂亮 這隻爆鍋 鹹蛋黃 這隻是這隻的 你看有多多鍋 這隻很刺激 很漂亮 很香 鮮艷 滿度的 很香 中間這隻有什麼分別 這是軟糕 剛剛我們吃的一隻 像你那樣 那隻叫硬糕 這隻軟糕是可以煮的 這個可以 煮完之後更甘香 現在拆一隻蟹 其實挺美味 平均吃一隻蟹 自己吃大概20分鐘 美女給一碗白飯 這隻蟹 頂角高鞋 現在上去還有高鞋 你看 上邊出來 哇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你本來是碳水加 尿蒜的 綜合體 做事頂班 哈哈 哈哈 挑戰生命的 現在開始 各位下集 看到嗎 哈哈哈哈 發車在外面等你 OK 嗯 哇 哇 我先回一趟 哇 好像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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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他說幾千隻 二十幾塊 扁了一點點 瘦啊 很多香 金蠔 金蠔的意思是 外面好像蠔屎一樣 金蠔的顏色 收了外面的水分 中間還是生的 金蠔才咬蠔蛋 沒有益味 還要吃生蠔的口感 沒有益味 但不夠金蠔的 第一口咬蠔蛋 吃了鮮味 第二口咬蠔的位置 很漂亮 肥大 還要煎 然後位置上 很漂亮的消防菜 煎香 很大 後來搶火的時候 很漂亮 XO 威士忌 乾一 很合金蠔 我吃過的金蠔都是煎的 基本上都是煎的 基本上都是煎的 你每天都進去會所 吃飯很高級的 有名把 什麼意思 豬手還不錯 你看這個 動油 不像老媽提花的 就散了 有些棉 多謝 XO叔叔今天給你面子 當免得自己 我自己看尾尾 這款牌子的威士忌 是不錯的 這款牌子的威士忌 很可愛 很濃 很濃 什麼很濃 第一題是主角 主角 這款牌子的威士忌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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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身處的是佛山 上次我們過來附近 吃了一間重蜂粥店 後台有很多人在這裡 嘩 星哥 少你嗎 你過來這邊 除了吃重蜂 你不過來吃 身後一間新政紀 對吧 有人說 其實都是吃宵夜的 但是 這裏的特色是 是艇仔粥 除此之外 跟重蜂 可能也有些東西 是差不多的 所以過來這邊 就要試一試 這間新政紀 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跟重蜂有些不一樣的 眼見所構的地方 就是它的裝修 可能會更漂亮 而且它旁邊 是一個大型的停車場 如果對於開車過來的朋友 的話 會比較友好的 其實是對面的 是嗎 不心齋 如果我要去重蜂 我們三位 坐外面 好嗎 坐外面 舒服一點 你們做艇仔粥 艇仔粥 艇仔粥多了幾年 有很多年 20年 有 30年 差不多 艇仔粥和小炒的 有些是 椒鹽粥腸 還有腸粉 有 腸粉 有 有 有 是哪種的腸粉 是蒸的嗎 是传統的 佛山的 鱼蓉粥 沒錯 鱼蓉粥 多做一個香護鱼蓉粥 好 好 這條路也有很多吃宵夜的 這條路一百間都有 一百間吃宵夜的嗎 一百間吃宵夜的嗎 你單一間吃完 你就當散步數一下 這麼誇張啊 這裡 又有了 不准風促電你拍過 重風拍了 雨傘後面那間網 立即 那間網 立即去雨傘拍 立即轉場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多次 各位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食評了 因為我們坐在這個位置 實在太張揚了 主要就是有很多店員在後面 我們又不敢說太大聲 因為這一回合我吃過的 拍之前平平吃過 我們吃平也是要做的 首先要試一下這個鵝雜炒芥蘭 老闆推薦的 今天這個鵝雜炒芥蘭的確 份量是我見過比較大的 是鵝雜是多於芥蘭的 這一樣東西是少見到的 那就要試一下它 他們兩個的感覺層次 相對來說是比較分離 鵝雜還鵝雜 芥蘭還芥蘭 感覺就是鵝雜自己繞完 另外的芥蘭是卓索了 放上來的感覺 明明不配 放在一起 我覺得有點鵝雜 應該是處理的手法 或者是醬汁的問題 這個就算了 這個呢 其實有點驚喜 看到它 我都很少見到這樣的擺盤 一看起來就知道 簡單粗暴 但是它真的沒有什麼味 我研究是它有沒有加鹽 加鹽 加鹽會有點鹹香 但是 食材各方面 其實比較理想 都可以的 都挺爽口的 有膩膩咬得開的感覺 不過就是沒有味 哇 其實這個鵝雜是夠的 你看看 上來的時候 其實鵝雜是夠的 但是呢 份量是少一點的 黃鱔 那些肉的甜味 你是感覺到出來的 那麼 輕輕有一點酒香的味道 都是這樣 那麼 略嫌它呢 就是 都是 鹹了一點點 如果相比正路的 宵夜檔口來講 這間店裡 整體是偏淡一點 整體會偏淡一點 還有 它只有一些酒香的味道 那些料頭的味道 可能上味會差一點 不知道是什麼手法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邊的朋友 是喜歡吃這一種 很粉的那種牛肉 是很粉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整塊粉的牛肉 粉就差一點 肉又輕輕差一點 跟偉明真的差很多等級 差很遠 沒有吃過那麼難吃的 叉燒布奶腸 你喜歡吃叉燒的 好 試一下叉燒 嘉嘉就說這個叉燒腸 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難吃的叉燒腸 我試一下 有兩種粥 我們點了兩種粥 第一種是艇仔粥 試一下艇仔粥 其實是蠻多的 其實是蠻多的 而且是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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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元 艇仔粥 這個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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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划算 可以了 便宜的粥是不足的 這個很大分 魚肉 竹底夠稠 這口粥 反而這口粥 真的不錯 首先是 料頭 是多的 這個艇仔粥 加了燒鵝 嗯 很香 嗯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所以這口粥 為什麼這麼好吃 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是 料多 我們吃了這麼多一口 它的料還在沉底 還在很多 這個粥真的有很多 但我不知道是否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鏡頭 所以它會多給我們 我不知道 總之我們在現場 你們看到 這口粥 就是有很多 料的 好 試一下這個裸竹 那些魚肉 都很多 化解在粥面裏面 其實呢 這個有魚肉 所以它的粥會鮮甜 是另一種鮮甜 再加上它會通過了那種 香芋 這個粥我都覺得 挺香 你不要看三樣食材 不一樣 但是這三樣食材 加在一起的話 其實是挺融洽的 挺融洽的 是呈現一種比較和諧的感覺 各位 我們匆匆離開了這間餐廳 然後呢 到最後大家知道了 總結就是怎麼樣呢 如果它好好地 鑽鑽心心 鑽住去做好它 那碗艇製足 將它做大做強的話 那我想會 感覺會好太多了 但是我發覺 我們今晚來到這裡 還有些東西是未完成的 我們要完成它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一份釘拿 這次我記得燒雞 燒排骨 也不會是農裝 誰不知入面才發現 是排檔 有空調嗎 這樣是空調沒有的 三光雲味 燒鵝燒雞 深海冰鮮 雖然外切包箱 你裝了空調 但是你不開的 上次我打电话 你也打开胸条 你也打开胸条 为什么要说 烧鸵烧鸡打吃鸡 什么时候黄罗腸炒大腸 就算是这些 很难选择 鸡吃不吃 不要烧鸡吃 烧鸡下午才有 烧鸵什么时候 烧鸵也是下午 所有烧鸵都是下午的 对 你坏了 每次烧鸵烧鸵 走上去被火 不要用来烧鸵 八字鸵部边 还要看清楚 差不多 不够才加 好像有些汗酸 你也觉得我们点不下手 招牌都没有补 随便写的 深海冰鲜 有些金海 有些货业 还没开 这些永远才开 15号才开 我记得 鸭鸵那边 鸭鸵那边 我记得 你来到这些货业 不做 是 红柴清脆 有没有拌粉 拌粉 烧鸡 好吃 好吃 爆我的鸡 入鸡 不做 还没一样 鸡鸡 还没开 哪里 风尾 情形 最отрана 这个好像只有�itz 只是一片烫鸡 老虎我们还要用来才烧吗? 不如靠cient 我现在把火机烧一切 好, 这一道菜 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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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件 很大件 心理落差也不太大 明明这个应该是鸡 一会儿有鸡 韭菜油要做得够香 似乎是一回事 吃下去法国家很多 看下底的味道也很好 越西拌粉是韭菜油的味道 我吃起来似乎是很香的韭菜油 吃得很好,但不是越西的风味 鸡我要吃有猫 全都给你了 白切鸡要骨熟 白切鸡要肉熟,骨不熟 白切鸡见血是很正常的 骨位见血是很正常的 这是正路 这样来见血我又是第一次 鸡油非常厚 極其肥厚的鸡油 有一层在这里 它有什么表现呢 它应该是一只老一点的鸡 所以肉汁会很紧 鸡味会很脆 我甚至乎吃到一些腥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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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吃到一些腥腥的味道 可能是第一次 鸡也不是说不新鲜 可能太新鲜 很细腥的味道 每天吃那些血腥味 比较明显 有没有吃过烤鸡 有没有吃过烤鸡 有没有吃过 有没有吃过 也比较脆 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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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切鸡不可以 不可以 第二轮 刚才是整天 很恐怖 所以烤鸡是可以的 烤鸡是可以的 这个也有试过 有没有吃过烤鸡 但是可能会是不错 好吃 鸡很小 你不要再做烤鸡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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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敢吃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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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见过满血水的鸡 我没有看见过满血水的鸡 说真的 但是更加令我感到奋怒 我刚刚走出去 我看到旁边有一个阿叔 一个人做鸡 那只鸡就没事了 为什么只有我一只鸡有血 欺负我 是真的 那只鸡是没有问题的 很干净 然后那个粉 我觉得味道上不是差点 那个粉 我认为没有去调粉 应该有的味道 虾油和鹅腸 中筷中改 正常的操作 其实我是挺不满意的 这餐饭 很多东西是不好吃的 哥哥今天带你去威武 我跟你说 我们原先打算去拍那间 烤鱼餐厅 来到现场之后 我看了门口 我是不是来过的 我们拍过的 专场 哥哥今天带你去威武 是黄埔军校 值得来的地方 也是有意义的地方 今天是星期一 来闭馆 我们会来到黄埔军校 问曾老板 他派题给我们 哥哥今天带你去威武 我跟你说 吃回军校农装 看看那里的招牌 黄埔炒蛋 好 哥哥今天带你去威武 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主题是自己做的吗 你们这么夸张 你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都干嘛 有这么多的这个 尿班主任 我想吃黄埔炒蛋 和烧鵡 受完外国主义教育之后 来看一些 相对来说 做起点的电影 来看 主题很稳合 对 既好 我认识黄埔炒蛋 想请教你 王埔炒蛋 怎么做的 不可以放盐 不放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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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放入炒鱼肉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慢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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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推出来的 整个是不同的 我问一个不应该问的东西 卖多少钱? 二十多元 三四只鸡蛋 三四只鸡蛋 最起码八只鸡蛋 最起码八只鸡蛋 会不会有人说 你卖八只鸡蛋 你卖我二十多元这么贵 不是 像一个凉瓜炒蛋 公司的鸡蛋 一样是这样 休息 这里有个王国公号 这里有个新鸡蛋 到休息吧 门口走 都可以 你今天去的鸡蛋 今天是 特意不开馆才来 林郑磨窗 不亮眼光 刚才我看了一下 原来发现王布炒蛋 要放很多猪油 有些有鸡蛋 但是 老板娘一定是用鱼露来调味的 具纹 会令到整个那种鸡蛋 会变得酸化 软熟一些 卖相方面挺好的 一层一层有些 腸粉的感觉 这是我喜欢的 试试它 的而且确是会比 一般的炒蛋 可以松化一些 有些像蛋糕 或者其他质感 那种软熟的感觉 亦都是比较强烈 的确跟一般的炒蛋 是会有不同 但是 鸡妹焦味 我知道你焦什么味 有些蛋腥味 但我觉得蛋腥味 应该跟鱼露 比得 不是很足够的原因 有些关系 但如果做得不漂亮的说话 有些腥味的出现 这个就是我不太喜欢的东西 好了 支持老百姨 你变成一个人了 好啊好啊 麻烦你 尝尝了 尝尝了 外皮都可以做到酥脆的 因为它够厚 整件都可以出来的 鸡肉嫩滑的效果 未曾做到出来的 吃到口 这个真是粗口 不过它那层酥皮 那层酥皮 也做得挺好的 虽然厚身了少少 但是吃到口 该有的那种 比较酥 比较英俊的咬口 都可以做到出来的 好 试完这个 它一再强调一张蛋 都是在打的 自家磨的豆腐 是不是自家磨 这款 很多佛山 和顺德的餐馆 都会有这款黄金豆腐 都是一种鸣味 加重鸡蛋 然后让它中间的位置 有少少鸡蛋糕 都会有鸣味 这个也是 很多地方都吃得到 这款我只能说 到顺德那边的说话 周围都有 但是如果它是自磨 可能会提高少少分数 豆味不太足 但蛋味也十分浓厚 打风吗? 是的 各位,停航了 我们去了第一间店铺 人家那边拍过 然后到别人的景点 黄埔军校 今天邱馆 去了一间餐厅 那些东西都不太好 你现在不要去 你去哪里都不太好 你去哪里都不太好 真的 我去北京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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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坐船 回去 停航 你拜佛神 你去北京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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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节目那里见过 对 没什么不同 不,就单身吃碳水 你走 假性 你不认识这种词 谁说不可以 你试试我们 谁说不可以 你又知道,你又记得 是这样 哇 这次有点不同 和上一次不同的是什么呢? 第一次我们没有加酸菜 今次加酸菜 刚刚好 你觉得刚好? 嗯 个人口味 加酸菜的话 的确令整件事 就会是开胃 和上次又不一样 属于这个新鲜的一种试试 这个是否就叫做好用锅气 这个不是锅气 没有锅气 很多香料 芹菜香味 酸菜的那种感觉 还有很多材料 都放在一起 你喜欢吃甜的 还是喜欢吃咸的 是怎么样的? 嗯 嗯 如果它不加酸菜的话 可能更合你口味 所以它会更甜 都算是好松饭的选择 嗯 好入味 其实这个汁应该是最好吃的 哇 它的酸菜很酸 大哥 重庆有没有酸菜吗? 有 酸菜也不是我们那边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小吃啊 你真是吃重庆小面 我真是吃重庆小面 哈哈哈哈 吃完这碗面 大家就是自己人 哈哈哈哈 嗯 加酸菜差点 是啊 加酸菜差点 加酸菜差点 它没有那么甜的话 跟那些主食 它搭在一起 它们的化学反应就差很多 嗯 但是它的酸菜是好的 我看到它还有些药材 有 有 我记得之前的冬瓜钟好像比较高 有没有那么多 沉滴 啊 我记得很聪明 是啊 这样也被它想到吗? 是啊 先试一下这个汤 试一下这个汤 这个汤就好了 再做多一斤 不好意思 我不是喝得出来 有些稠的 不知道怎么解释 是那个冬瓜问题 可能是冬瓜问题 冬瓜皮 没有冬瓜的清 没有冬瓜的清味 没冬瓜的清味 没冬瓜的清味 甚至会严格来说 我觉得好像在喝苦瓜汤 对 是吗 他在喝苦瓜汤 有的苦瓜汤的味道 不是那种味道 很干 我记得上次是老板亲自帮我们做的 我们的镜头是跟着他煮的 对吗 他的处理是差了一点 难道上次是因为我们的镜头对着他 他偷了看绿料 上次我们的汤是不平的 好吃的 冬瓜中水鸭鸭鸭 后经灵丽 这个汤是越来越甜 越来越老的感觉 哇 阿伦喜欢吃我 阿伦喜欢吃当心的 阿伦喜欢吃当心的 有些鸡鸡是差不多的 鸡是挺好吃的 你看到这口汤完全不一样 汤是白的 还有马蹄 没有马蹄 没有马蹄 阿伦喜欢吃 你放了干瑶柱 放在煲 对 有干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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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东西 有干瑶柱 有干瑶柱 又不够吃 没有干瑶柱 这口汤也喜欢吃 是有干瑶柱 ? 没有 没有换到吗 没有 跟上一次的感觉差了一点点距离 差一点点 可能最近不过头 上一次我们来看那些素材 还有什么? 还有公瑶柱 还有马蹄 没有鱼肠不会甜 没有鱼肠就是不甜 所以今天就差一点 可能他一时不记得好鲜肠 冬瓜 冬瓜可能有点稠 就是老心的味道 没有那么清 三百六 三百六 冬瓜是不是不适合时节 应该是 不好意思啊,Maggie 本来打算做一餐好东西 结果就令到你 不要说力气,我自己都尴尬 一直都很好奇 会不会有这种翻车的情况 而且是翻车的时候 会怎样去做这个 就是继续拍下去 整个过程 其实是真的很尴尬 我们开始越来越明白到 我们去吃完 觉得很好吃 然后其实 因为随着时间的改变 我们的股东 再回去那间餐厅去吃 然后他们说 哎呀,哪有那么好吃啊 哪有像那两个人吹水出的那么厉害 我们会明白你们的心情 这里是品性记 给一个愿望,Maggie 下次想吃什么 大声点说,随便说 我想试试海钓 好 海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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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老板 OK,记住 她还是我的,OK 好,多谢所有股东的 这家呢 他叫 ku女妈 那叫 ku女妈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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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